在村长带领众人寄告四方神灵之后 将酒洒向东方 祈求功臣一切平安 为了改善大华村环山永泉坯周边环境 再加上施作地点位在国家以及失地保育区 历经三年协商 水宝局首次跟部落进行合作 族人表示支持 水宝局有这个赞助来把这个区域来做一个计划的话 这是一个更好给部落的一个学习的那个 巴拉告的一个做工法 今天这是我们第一个工部门的工程 跟我们部落的巴拉告做授权的部分 那再来还是坐在我们马滩部落里面 那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里程碑 谢谢局长以及 在众人见证下 正式签署授权巴拉告传统捕鱼记忆工法专用权 本次工程第一次阶段发包191万元 前程依照部落原有方法施作 预计将在明年完成 部落会议主席萊兰表示 巴拉告是法丹部落特有的捕鱼记忆工法 透过在地取材的方式提供鱼虾栖席住所 每当中要节日的巴格浪清宫宴 或是玛利亚拉斯完工祭食 族人就会以够吃就好的原则捕捞 除了调节浮动溪水流之外 还能兼顾生态 因此工部门才会优先考量医子工法 进行改善工程 很久三年多 所以在这里面有很多问题 因为有发包的问题什么的 但是我们一直极力争取说 是不是能够故宫勾了 我们的要求说 这个要使用能力的话 全部由我们部落的人 其他故宫 拉告的部分 其他土木的部分 他们挖什么 他们做 大家都取得共识了 所以我们大概会把 这附近的环境做个改善 然后依照我们大华村的一个 起劳的建议 来落实在这个整个改善的工程 所以真正的目的 不是只是为了光光存在 它是他们的生存 续养之间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在 这样子 局长表示 本次工程是在地协作的首例 如果顺利执行完成 未来将会持续结合更多部落 讨论可行性 而完成的酒座 巴拉告将会回归部落观养 成为生态导览 以及记忆传承的重要文化场域 原事新闻杂老毕 超联光复 采访报导 希望能够 好 接下来看到